谁能踩在图满润滑油的独木桥上 跑到末端拿到旗帜 谁就能赢走十万美刀 参赛选手来自五湖四海 三号大猩猩才刚上前几步 结果就滑了下去 脸直接拍打在水面上 四号斑马哥以球偶的姿势快速冲向终点 最后也扛不住粗棍上丝滑的脑 五号火鸡鸟本想给四号斑马哥道个歉 这才叫真正的风骚走位 六号黑丝袜双手不停在空中胡乱挥舞 不料姿势过于妖娆 脚下一滑 七号粉色回忆才刚一上桥 直接一把就扔住了粗棍 最后只听见啪的一声坠入了湖面 八号胡子男抠脚 一路跌跌撞撞 走到了一半 最后太阳滑了下去 九号绿丝袜一上来就做好了下球准备 十号小鸟一人张开翅膀学习起飞 还没坠落就做好了飞翔的姿势 眨眼间十一号老当一撞 瞬间跑到了一半 突然腰子嘎了一下 十二号白色死神常年在厨房打发 端盘子滑了一跤 十三号体育老师昨晚还高了 脚下一僵一鱼 怕得一生脸直接拍打在湖面上 十四号超人即将要拯救地球 最后也扛不住丝滑的扑滚 十五号黄色传说又高又帅 不过最后以舔狗的方式同样也摔了下去 十六号电子厂老板也想体验一下 明显体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十七号每周到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可毕竟爬树不是他的专场 瞬间就结束比赛 十八号今天是我生日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注 谢谢 十九号老滑头一看就是个小心谨慎之人 屁股突然转了一下弯 原来他有腰间盆托出 二十号小胖子正在赶时间十分可爱 二十一号小瘦子同样也很赶时间 看样子洗个澡他就要去热门 二十二号蓝色妖姬性别是男士女 一时很难分清 答案留给你们自己猜猜 二十三号大鲨鱼 赶紧回到海内才是他正确的手术 二十四号小兔子乖乖我的乖乖 毛毛腿根本就迈不开 实在是可爱极了 二十五号红色风暴闪亮登场 迈着又快又稳的步伐义无反顾 最后直接果断地冲向了终点 他终于做到了 红色风暴最后引走了本次赛季的十万美楼 在场的所有观众们都纷纷向他欢呼呐喊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